再点了 那么对面的是一定要是持续点杀的 他不点杀啊 扛不住关战的青虫青蛇操作 那么大堂伤害也是比较高 虎镇加辅镇33%输入加成 点杀关战花果山也是很随意 点死了 好立皮直接蛇神了 那么前期紫荫城这边也是有点难受 花果山被点了 而且蛇也是神佑的 青蛇也是遭到了神佑的抵抗 那么这样一来呢 对面换魔节奏就比较好了 我再次把你蛇清掉的时候 对面下一条蛇又能装 鱼挡好几次16进8都刷墙去了 对不对 好几次16进8都刷墙去了 你说这 这个月杨少侠 对不对 梦幻石油代言人杨阳守秀 官方怎么着给个面子吧 刷个洛基 八强了 对不对 八进四运 巧一点进四强了 对不对 能不给面吗 是不是 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月16进8刷墙去了 只有女儿这个牵制点可能是 你盘司可能会被疯了 对面女儿进进抗风 要点啦 又是一把点杀 方寸顺时而为 对不对 方寸这把不出闯 顺时而为 避重了对面地府 不让对战方 挂中小死 那么花果山即便死了 那问题也不大 笑里的和尚 主战方盘司呢 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说 盘司这么慢呢 也是非常OK 就是 我有机会对面地府 反正被逼中了 盘司嘛 是最好比地府还满 对面无象猪鹿 直接干死 163都没出 三恶 差点造成一个双杀 币雷500 币雷 双杀了 秀 好点啦 对面是谁 苏黎春晓 对面是苏黎春晓 好 对面能看 小死亡再挂一手 用法西的一手单杀 和尚被封出不了手 法西 物理师要被点了 帮打千 还是没有清飞 嗜血吃鸡 一管砸 刚好 神佑锤子也不管用 不神佑 神佑也没用 对面一排 公虫是跟的 拉起法西出蛇配 和尚被封 除了是牵住蛇配的话 可以直接开和尚 开和尚 选择活血 法西先把血量弄上来 这怎么可能输啊 哪到哪呢 这皮可以能输 哪到哪呢 你们怎么会不会看PK啊 现在情况啊 一点都不劣势 让你延一手 对不对 让你延一手 好 水清地府 那么对战方式 看下是准备 二次点杀吗 还是怎么说 活血暴击了 果然二次点杀 对面直接 单大堂 追一手空切 非常的勇猛 法西163都没出 空不了感觉 好 无效 咋废一只 善恶先干飞 善暴加了一千 避雷没用 避雷拍不多 两百 还有一只 二号位的善恶 可能是 互动开 你们真觉得紫荫城会输吗 我操 你们这些被死过 开了 我们现在进了 给不上 对面寡玉令 开了 落花和尚 不让和尚 下回合出手 大金 再顶给蛇 对面也不 青蛇了 彻底放弃青蛇了 再次神针 一个 两个 四千九 威力开始起来了 地府贴了 血量很残了 法西秒过去 地府都要翘了 这就是国标阵容的一个 不稳定性 国标阵容的不稳定性 你即便点死观战方 这边人物单位 但是你清不了蛇 也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的 对吧 地府没死 一丝血 就是你大堂很少点杀 你就清不了蛇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国标 国标打遇到那个什么 施多灵神木灵还行 不用清蛇无所谓 对不对 好 地厅先出手 秒一波 三千五 这地厅伤害一般 一个战 超快 看这地厅 唐老虎 胖虎不是那个唐老鸭 胖虎是那个灰色花圈 灰色花圈是胖虎 喜点弹西游 对面也是打了一波广告 好结束了 那么观战呢 也是轻松的拿下了这场PK 虽然中途人物单位被点 但是问题也不大的 对不对 被点也没事 双招成型 彻底稳住了观战的局面 对面根本没办法来 干得进来 猴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他们说 好 给上一个鬼眼 OK 那么下一场看看对阵